我在台北旅游的时候 有朋友问我 台北有没有什么地方 跟你以前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跟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 确实有不少 我就讲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事情是台北的交通 以前我听人家说 台北是行人杀手 到处都是很多的汽车 还有无数的摩托车 尤其是台北的摩托车骑手 开车非常厉害 所以在台北过马路 一定要小心 还有人说台北的七楼里边 会放很多乱炸的东西 你走路不小心 就会碰到七楼里边走路 也不是那么好走 所以有这种这样的传说 说台北是个行人杀手 但是我去台北 我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我发现无论是开汽车的 还是开摩托车的 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都会在帮马线前面停下来 等行人过了以后 才会加速过去 即便在一些没有帮马线的地方 你示意要过马路 原来也会停下来等你 这个就是我所经历的 和我想象中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在评论区就有台北的朋友 他指证我说 这个是最近一年多时间 才发生的改变 以前的台北确实是马路杀手 还有朋友告诉我说 台北之所以现在有所改进 是因为两年以前 有过一个什么措施 说那个过马路 开车不让行人的这种做法 返缓从3600提高到6000块钱 最近这一年台北也整顿了 骑楼 骑楼里边放各种摩托车的 放各种各样杂物的 都要清理掉 所以现在的台北交通 并先好了很多 他说如果你早几年到台北 你过马路就没有现在 这样方便 好吧 无论如何台北在进步 这是大家都应该开心的事情 台北给我的第二个 让我觉得意外的事情 就是台北人 甚至说整个台湾人 都在抱怨台湾的房价太贵 以前我是不觉得台湾的房价贵 因为做一个对比 台北的房价 它比北京上海 其实是略微低一点点的 那么像台中台南的房价 新北线的房价 每个平方米 两万几到三万块钱 这和中国的二线城市差不多 比如说在中国的苏州 杭州 还有宁波 这些地方 它都跟这些地方的房价差不多 南门的房价 是比较高的 他们的房价比台中台南 比新北多贵 较为低于台北 所以以中国大陆的 这些普通城市的房价做对比 就是说以台湾 这样一个文明的 一个繁华的现代社会 以台湾的收入做对比 那么是不觉得台北的房价贵 跟台北相提并列的城市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东京 一个是新加坡 跟这几个城市比 台北的房价都算比较低的 新加坡普通人 他们住的房子是主屋 政府主屋 它没有地权 只有99年的使用权 但是台北的房子 它是有永久的地权 有永久的产权 新加坡有永久地权 有永久产权的这样的房子 当然也有不少 只是它的价格 比台北要贵太多 大约是台北 这种同类房子价格的 三倍左右 明先生的夫人张英 最近就在新加坡 买了三间连排的店铺 买起来大约是 900匹发米左右 那钱大概是人民币 1亿块钱左右 还是很老很旧的房子 这个价格 显然也比台北的价格 贵了很多很多 而且外国人在新加坡买房 还要交60%的印花税 如果一个外国人 能去别的地方 买一块有永久产权的房子 他在新加坡买房 所需要付出的钱 大概是台北同等房子的 三倍左右 如果新加坡的房子做对比 台北的房价确实是不算贵 甚至跟香港比 它也不贵 东京 纽约 伦敦比 台北的房子 我觉得也不算贵 所以贵不贵 要看跟哪些城市比 你不能把台北这样一座 非常优秀的 非常文明的这样的城市 跟那些相对落后的 那些社会环境 也不那么好的城市比 在缅甸的仰光 它的房价 折合成人民币 是三万块钱人民币一平米 价格跟新北市差不多 但是如果同样的钱 让你住在新北 还是住在仰光 我觉得显然住在新北的地方 比住在缅甸要好很多 那样的钱 你也可以在台北买一座房子 也可以在胡志明买一座房子 那如果你让我在胡志明 和台北之间选一个 那我毫无疑问 我会选台北 而绝不会选胡志明 所以当我们考虑 房子价格的时候 不能够只说它多少钱一平米 也不能只看收入和那个房价比 还得看看其他的 比如说你房子的持有成本 有些地方房子的持有成本 是很贵的 比如说在美国的德州 的房产税 大约可以高达 百分之二点四 到百分之二点八 即便你的房子 放在那里 40年以后 你的房产税 已经超过 你房子本身的价格 房价已经清零了 有些国家 比如说在丹麦 你的房子买了 空在那里不住 政府要收你闲置税 你的房子要 租给别人 你要交百分之五十的租金税 那如果你的房子 免费借给别人住 那政府照样 要收你闲置税 或者租金税 所以在有些地方 你房子持有成本很高 还有些地方 你的一个豪宅 可能需要交很高的 遗产继承税 在日本 如果你是个有钱人 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他的遗产继承税 加上各种开支 总共可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 甚至接近百分之六十 如果你要在生前 把房子转赠给孩子 那么赠送税也是一样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台北的房子 跟东京的比 它还是更加合算 因为它持有成本低 房产税低 遗产税低 有些台湾的年轻朋友 他肯定对我的观点 不满意 因为他们需要买房子 需要买房的人来说 房价当然是越低越好 如果换个角度来想 已经拥有几套房子 就不会指望 这个房价下跌 一般情况下 每当这个房价上涨一点点 你就会开心 因为房价一上涨 就是你的财产在争执 香港房价太高 让特首董建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各种措施 想把房价借下来 结果呢 香港市民善接游行抗议 因为房价一跌 就是他们的财产减少了 所以房价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说的问题 到底是房价高好呢 还是低好 在中国很多地方 房价在飞速下跌 你哀嚎 政府悠情冲冲 天天要稳住房价 不许下跌 按理说 房价当然是越低越好 让老百姓都买得起房 那是好事情 可是真的房价跌的时候 它就出了大问题 房价涨的时候 反而不是问题 因为房价涨的时候 经常是经济 往上蓬勃发展的 那个时代 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势头 你现在台湾的高科技 尤其是半导体制造业 这一方面 我觉得指望台湾的房价下跌 不大可能 对于没有买房子的朋友 我只能真心祝福你 你要找一个高薪的工作 成为能挣大钱的人 要指望台湾房价下跌 真的是太难了 我非常看好台湾未来的经济 因为新加坡的房价 也是一直在涨 因为新加坡它经济好 很多富豪愿意帮过来住 那这种地方 你怎么指望它房价下跌呢 那根本不可能 台北还有一点 我想不到的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以为 台北应该是一个乱糟糟的 到处都有人上街游行抗议 大街上贴麻了各种各样的标语 拉着各种横幅 我们看新闻里的台湾大选 总是非常非常热闹 而且台湾人表现得非常激烈 要维护自己所拥护的党派 或者某个候选人 对于其他的候选人 抨击的也是非常强烈 我就想当然的以为 台湾人很喜欢上街游行 很喜欢逛横幅 那个候选人会把自己的照片 在大街上贴的满满的 这是我以前以为的台北 但是很奇怪 到了台北 我在大街上竟然几乎 见不到什么什么候选人的 或者那个政治人物的那种 头像和他们政治主张 也没有看到谁上街去游行 拉横幅 都没有看到 反正你如果在日本的街头 每过几米你就得看到 哪个政党的候选人 贴在一幅他们的照片 说他们的政治口号 虽然在日本 民众对政治完全不关心 那些人在街头演讲 讲两个小时 也拉不到五六个听众 但是他们确实很喜欢 在街头贴他们的政治主张 然后会把他们的竞选杆里 送到你们家的游箱里边 尤其是日本共产党 最喜欢玩别人家里 塞各种宣传资料了 如果你到泰国 你在清迈和曼谷 尤其是曼谷 满大街都是不同 议员候选人的照片 我印象最深的是 恒谷的女性议员候选人 数量特别多 而且泰国还会经常有什么 红山军 黄山军 上街 即便没有红山军 黄山军的时候 像巴云在商台的时候 去年我还在 看到很多人 下雨天都站在街头 几十米一个人 举着一个什么 我看不懂的标语 也在什么政治看议活动 所以泰国 日本 他们都会看到 满大街的各种竞选口号 但是在台湾 我居然没有看到这种场景 也没有看到 人三界游行 在日本的京都 这种地方 虽然是很小的地方 但是一到周末 总会有好几场 各种游行 看议活动 就算是几十个人 或者一两百人 那种小规模的 因为太大的 日本人也凑不出 那么多人数 毕竟日本人 不是充满激情的 但是我一直以为 对于政治充满激情的 台湾人 却没有把台北街头 变得到处是 口号标语 以及各种横幅示威 都没有看到 当然也许是我来的时候 正是台北安稳的时候 我在想如果我在大选 以前来到台北 或许能够看到一些 比较热闹的场景